南投一間工廠被民眾投訴 無塵過濾的設備不足 在繳粘木材過程 產生大量的煙塵還有木屑 不僅附近停放的車輛 都蒙上了一層灰 還有住戶疑似因此罹患肺腺癌 好不容易業者簽下了承諾書 表示會清空堆滯廠 隔天卻發現了工廠 還是繼續作業 也讓附近的住戶欺詐 看看會不會嚇死人 要怎麼住人 居民真的好無奈 因為昨天才剛清洗的車子 現在卻又鋪上一層厚厚的粉塵 就是南投竹山 這些木材回收再生燃料工廠惹的禍 居民這兩年多次投訴 廠內的無塵過濾設備不足 導致在攪碾木材過程中 產生大量煙塵及木屑 不僅停放車輛深受其害 居民也控訴 跟老婆罹患肺腺癌一定有關係 真的是忍無可忍 而終於在上個月工廠業者 答應簽下承諾書 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業者答應會在8月15號之前 完成清除作業 但卻在隔天被民眾目擊到工廠 仍繼續作業 但其實堆滯的部分是已經都解決了 我們負壓廠房8月底完成 業者出面說明堆滯廠已經完成清除 更承諾會在8月底完成負壓廠房 還給當地居民一個良好環境 記者曾如辰南投報道